在起楼下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老妇人出现 这名白衣女子牵着她的手 要一起去地震事务所办事 老妇人万万没想到 她是诈骗车手 两人甚至已经是第二次见面 早来之前 诈骗集团就拿着这份假的监管资料 诈骗老妇人说她涉及洗钱 要求她把名下股票变卖 就是派了这名女车手 去和她拿700万支票 诈骗集团后来进一步发现 这名81岁的周姓妇人 其实是台北市复兴南路上 青州小菜名店的房东 非常非常有钱 独居在大安区 儿女都在海外 因此把目标改成她名下房产 诈骗集团以法院财务调查名义 取得房产资料 假检警向妇人声称 房地产涉及洗钱 需要接受监管 要她拿出房屋硬件 还派了女车手 带她去地震事务所设定抵押 再到借贷公司办理贷款4000万 借贷公司当上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来办贷款的既不是屋主 也不是她的儿女 觉得有意 因此决定报警 警方依照被害人提供的嫌犯特征 交付时间和地点 逮到这名30岁的万姓女车手 但一开始 夫人还认为穿制服的远警是假警察 坚信电话那位才是真的 最后是联系上夫人儿子 从美国打电话回家 跟妈妈说被骗了 她才惊觉上当 差点让青州小菜 在这黄金店面被诈骗集团骗去 TVB的讯远黄金公开 Tepadal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